哈喽各位小猫童 我是马同学 不知不觉青春有你2播到第四期了 你们有没有自己想pick的小姐姐啊 不管你们pick的是谁 从打开这个节目开始 你都一定不会忽略掉的一个人 就是他 对 没错 他就是选秀神兽2.0 AKA reaction之王 AKA新进表情包大户 于书欣 在节目播出前期 承包了青春有你第二季 所有的看点和讨论量 这位谁也拦不住的细精出奇技 以及不管不顾的强势语言输出 招了一大波不待见的观众 却也收获了一群誓死捍卫他的粉丝 那到底 喜欢于书欣的人 究竟在喜欢他的什么 我好期待啊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于书欣 青春有你第二季的参赛选手之一 但相信不少人在青春有你之前 就已经听过或者见过这个人了 就是最近老出现在我们片头的结尾 这段时间大热的电视剧 下一站是幸福 他和张雨淀是里边的副CP 到了青春有你里头 从他出现的第一秒 就注定是这档节目不一样的烟火 平级舞台之前 节目组给选手们举办了一个迎新会 别的选手首次亮相都是这样的 大家好 我们是个子一般高 到了余淑欣这儿 是这样的 我是来自华策影视的训练生余淑欣 这个开门的一波三折啊 这个音色的白转千回啊 是演了一部情景剧吗 这演得真好 你以为是初见导师太过紧张 到了初评级舞台 他就换了一副面孔 不紧张了 波罗切了 还成为了全场点评MVP 其实我是可以很甜的去唱 唱唱像你说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唱唱像你说 所以我的动作是也有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开心的 开心的 我赢定了 不用再比了 不用再比了 赢定了 强势的语言输出背后 存在着巨大的bug 就是对方压根不想听 鸡鸡刮鸡刮 一直给我讲 于是看完青春有你 不喜欢他的人 就觉得虞书欣 作 戏多 没分寸感 但是在喜欢虞书欣的人眼里 虞书欣就是keep real 本real 戏多呢 是因为自己想演 至于评价怎么样呢 不重要 话多呢 是因为自己想说 别人给不给回应呢 这不重要 他这种不论世界怎么改变 仍然我行我素的自我主义精神 在一片装容精致 人设完美的偶像当中 是一个多么鲜活的人 非常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他特别真实 讨厌他的那拨人就想问了 你咋知道他自我主义 不是装出来的呢 我们翻出了 虞书欣四年前 录制的另一场节目 演技竞技类真人秀 一年级 我们发现 自我的人恒自我 有更细精的出场方式 有更直接的自我表达 我不服 我刚刚也读得很优雅 受挫后第二天就忘得干干净净 也有更任性的决定 在可能被甄别的比赛彩排 和闹别扭的闺女之前 毫不犹豫的选择闺女 虽然我当时也挺害怕的 也着急排练 但是我心里想着 真的还是孟子一更重要 至于后果 到时候再说 牛败 同时他也创造了 预备艺演员 在真人秀当中 公开表白 自己给自己创造绯闻的 经典桥段 那你愿意接受我吗 那你愿意接受我吗 虞书欣表白失败之后 没想着这件事情 会给别人带来多大的困扰 自己面子挂不住 更重要 在后边的训练当中 三番四次的和赵志伟 耍小脾气 也是赵志伟 使尽浑身解数才哄好 那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 在微博当中 公开爱得过赵志伟的 心女友正面思逼 但你要说虞书欣的做法 是为了揭露恶行 鱼死网破 前阵子赵志伟给出声明 虞书欣这边 反倒没有再乘上追击 为啥呢 因为表达完了 爽过了 这件事就算是翻篇了 到这里我们就发现了 虞书欣的表达法则当中 不管是细经设计 还是话牢圣身 只为自己开心 别人怎么想 外界怎么看 Who cares 我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爽 服了 服了 至于这个虞书欣的性格 到底是怎么样养成的 和成长环境 当然是分不开的了 前两天 网友们对于虞书欣 扒了个大概 家里的父亲 拥有超多实业 家底可谓是 极其隐士了 没有接受过 专业的表演学习 出演的第一部作品 是新编程浪子 第二部就开始 担当女一号了 再看之后的履历 高分剧 她有主要角色 小城门网剧 她来当女主 四年建了八部作品 别人都还寒冬着呢 她却从来不缺戏 假设把于书欣的 身世写成小说 那就是被编剧 开了金手指的 富二代勇闯娱乐圈 爽文原型 这时候就有人质疑了 这么看的话 于书欣肯定就是 强推支持了呀 我们翻了翻于书欣 演的作品 发现反馈 还真都不错 好厉害 从小到大 其实压根就没受过 啥实质性的挫折 自我精神呢 也没让她有啥 反思的习惯 他们有这样的天真 是因为他们 一直被保护得很好 而赢在了终点的于书欣 也没想过走出舒适圈 不强制突破自己 还不如就是说 在你的擅长的领域里 做到最好 大家如果觉得什么 可爱呀 古丁精怪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不强凹独立人设 引起我共鸣的地方 应该是 我有好几个帅哥 还让你 自我意志 绝不以环境为转移 上第一档节目 全程讨练爱 上第二档节目 是为了追星 我当时看到 是那个Lisa的时候 我就跟我经纪人说 我就要去这 荡气跑不开 我就说那你就想办法 你就必须得 你就是让我来 绝不给自己制造压力 把人本主义 发挥到了机制 所以就算是 真的有啥挫折来临 只要不是震碎三观的 他们都能够逻辑自强 靠强大的自我精神 说服自己 刚认识我的人 会认为我就是很作呀 我觉得特别浮夸呀 稍微了解我一点的人 就会觉得 我挺可爱的 再了解我一点的人 就会觉得 我还是就是 挺有内涵的 聊到这儿 我们也理解了 喜欢于书欣的人 到底在喜欢他什么 大家看到荧幕里 荧幕外的 他保持着绝对的自我主义 以自我表达和自我感受至上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别人影响不了他 环境改变不了他 我是最重要的 他几乎是一个 极致的自我主义缩影 而大多数人呢 都在现实生活当中 摸爬滚打 很难拥有这样的 自我的个人精神 喜欢他的人 羡慕他的精神劲 也羡慕他天赐的勇气 但是羡慕归限 于书欣的人生 终归是 与自己不相干的人生 他们想感受这份热闹 但不会真的想活成他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如此自我的人 可能终会有一天 遭受到社会的重拳出击